你們是路人嗎還是認識的 打誰 他跟誰打 他跟誰打 男子頭部血流全身貪亂 坐在地上表情痛苦 擠出幾個字 說自己剛剛被人打 地上都還有血跡 被害人頭部不斷流血 經濟包紮送往醫院 接著的通途發生在台北西門 連鎖鍋貼店門前前犯 當時拿著被害者做聲音有的 木頭鏟子 就往對方的頭部打 而犯犯打完人之後 再以徒步跑到巷子裡 接著跑了120公尺 回到自己的租屋處 警方馬上來逮人 什麼事不能好好說 非要打到人送醫 招勤嫌犯與51歲 紅慶被害人為鄰居關係 平時沒什麼交集 當天晚上11點多 被害人在西門擺攤賣完雞蛋糕 收工回租屋處碰上 招勤嫌犯 兩人閒聊一下 對方想喝飲料 凹他請被害人阿薩里答應後 只是想要先買個宵夜吃 嫌犯卻等到不耐煩出手攻擊 就全來 就一直打我的頭 一直打一直打 然後拿了工具 就一直敲我的頭 鞋子噴 總共也縫了十一二三 工作沒得住 怎麼擺攤下雨的話 這個花園就不得了了 要欠為腦震盪 他的個性是比較激動性的 他做的事情 我們看在眼裡 我們都不舒服 想要別人請客 還暴怒打人 鄰居關係 一杯飲料就此破裂 衝動把人打到頭破血流 以後偶遇恐怕也尷尬